这场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草案公厅会 各地方县市首让虽然没有到 但是都有派出代表参加 我们就以采取开放的态度来听取各方的意见 那财化法的目的就是要调剂财政 去均衡区域发展 我想这是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县市代表纷纷喊穷要钱 厂外只有国民党立委炮声隆隆 批评中央财政分配不公 国民党团版本要求中央释出15%税收 大约5133亿元给地方县市 若加上中央统筹分配款的3000多亿元额度 总规模将达到9000亿 但民进党中央则提醒国民党 应该先撤回自家党团总召 复昆起高达2兆元的钱坑三法 再谈财政划分法 国民党一方面现在要提案 修改财政收支划分法 另外一方面 需要在7月16号 力推钱坑法案支撑的花东三法来过关 这样子一个状况可以说是自打嘴巴 前后矛盾逻辑不一 呼吁国民党针对财化法 要有更全面的思考 且应先撤回钱坑三法 再谈财政收支划分法 25年没有修法的财化法 经历许多波折 2002年民进党执政时曾经提出 包括钱权同时下放 地方实质裁员增加等四个原则 不过因为当时嘲笑野大 导致修法审议进度停留在委员会 这回既蓝白强行通过国会扩权法案之后 下个战场可能聚焦财政收支划分法 但国民党传先有高达约两兆元的钱坑三法 有力推财化法要分钱地方 也难怪被批评逻辑前后矛盾 民党传先有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